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小六 今天小六非常高兴 我们来到四泉亚安的一个猕猴桃园 来这边做工艺活动 发现了这边有一种比较火趣的一个猕猴桃 干边的猕猴桃 它在树上面已经熟得很过了 然后果农都来不及采摘这种 这种也是非常好吃的 朋友们可能你们吃不到这种的 因为像这种的话 干边了的话 你再发过去的话就已经烂了 所以想要吃这种的话 一定要到成熟的季节来到果农 才可以吃得上这种 这是一种黄色的黄心的猕猴桃 我喜欢吃这种干边的最好吃 像我们家乡的百香果 像这种干边皱皮的更好吃更甜 那个糖分更高 好 来 我们来开一个 口子都流起来了 你看 像这种糖 在树上面已经熟了很久了 这样呢 在树上面这个果糖呢 它在树上面就已经形成了这种非常好吃 你们肯定是吃不上了 你们要到当地来 这个牛头成熟的季节 过那么几天 才吃是最好的 我敢保证 这个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牛头 不行 我还得再吃 小刘你吃的 我都流口水了 来来来来 我也去流口水了 一起来吃嘛 我们要让一定要多摘一点回去吃 像这种都是来不及采摘的 摘起来真的很爽 很爽 小刘够了吧 用不上了 够了吧 但是我还是想摘 够了 够了够了够了 我听呢当地的老乡说还可以这样 这样吃 给它搓软了 非常爽 嗯 像这种呢在树上自然熟的 牛头它是有一股淡淡的蜜香味 嗯 好了 这个视频呢就拍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慢慢点个关注 上期再见了